今年农年 今天又最后一集讲一下农 柯文哲写的春年叫抗农游会 叫96 非农在天 他讲抗农游会 比95非农在天 95至尊 他比95至尊更高 柯文哲就目视极高 但是我觉得卢秀燕 他本来应该叫建农在天 在台中应该广积梁 反称王 但是最近的这几个动作 他已经非农在天 他已经让南宁的人说 我就是公主 所以他这件事情会非常危险的是 因为2008还有四年 你如何维持非农在天非四年 这是非常困难的 而韩国瑜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他之前叫潜龙勿佑 我被罢免了 我四年几乎都没有什么声音了 真的 他现在已经到了 做立法院长叫建农在天 我有位置 他自己写的啊 这不是我说的啊 第十八掌最厉害的一招第十八招 那个抗农游会就是已经 真没法抗农游会很麻烦 一定要往下跌了 因为他最高了 他已经没办法再高了 最高了最高了 所以现在卢秀燕太早的出招 他包含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他已经要说了 为什么这么说 他为什么去看实验室那个人 因为他其实看实验室 他同时安慰了实验室 同时再讲一件事 如果出了问题 是你们实验室的问题 不是我卢秀燕问的 我卢秀燕在这一步 可能会做一个宗旨 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开始收割完 第二个部分 他今天开始大量的操作 我是第一名的民调 他操作第一名民调 表示他这一波之前的 所谓的 这个瘦漏金的操作 我必须要民意来支持我 用这个民意来支撑 我是对的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表示 他对于这件事情操作 是心虚的 所以他要把责任推给实验室 他要把用民意来支撑我 但是重点是 我说你飞龙在天 就会引起所有人的觊觎 民进国民党的县市长 这些所谓的未检出 包含蒋万万为什么要拖两天 当然蒋万万已经算他最好了 不在风头上跟你洗脸 但是其他的县市长 是不帮你的 不帮你的意思是 我虽然可以未检出 我也可以不公布 我就不公布就好 等跟蒋万万 等年后过年的时候 大家没注意的时候 再公布就好 但是大家却在这个时间点 跟大家讲说 我新北市没有 讨厌市没有 就只有你台中市有 其实这些政治动作 都引起国民党内部的诸侯们 对卢秀燕的不满 这些小鸡包含许晓鑫 这些人也好 我觉得许晓鑫就不用讲 因为他老公在台中市政府 他一定立行的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并不表示那么多人挺他 而未来有变化 而这个变化的人 要看另外一个人 就是萨卡都里面的朱立伦 朱立伦的动作 才是最重要的关键 晚间十点 敬请锁定 正直到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